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我有个问题很好奇 真正的感情是将你捆绑在身边 还是放手让你自由去飞翔呢? 自由和束缚到底是否会影响一段感情呢? 还请你听,我说 在一个森林中,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 开心了喂着动物们 忽然,一只全身蓝色的漂亮小鸟 吸引了她的注意 鹰是一个沉默 从不参加社交活动 眼里只有好友希美的少女 清晨,她独自安静地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人 一阵轻快地脚步声传来 鹰马上就听出了这是她等待的人,希美 希美的身材高跳,绑着清爽的马慧 市场变得开朗的小龙 鹰马上起身跟着希美前去学校 整个人始终跟在希美的身后 眼中只有希美 两个人走进音乐室,拿出乐器,准备练习 这时,鹰突然说了一句 我很开心 鹰会地告诉希美 这些年自己陪伴在她身边的时候 非常开心 而且希美压根,就没有想到其他方面 以为鹰是说一起练习曲子 跟着回鹰 刚开始,鹰以为希美是回应了自己 接着就发现 唉,并不是 鹰激动的眼神又在这片尖下来 希美问鹰,了解李子的清鸟这首曲子吗 鹰冷静地说 嗯,不知道 因为她关注的只有希美 希美见鹰不知道这首曲子 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绘本 李子与清鸟 她告诉鹰 这是顾丁丁的少女李子的故事 听到希美说的话后 影响到了曾经顾丁丁的自己 绘本讲述的这某一天 石头顾身一人的李子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少女 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 并住在了一起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这某陌生少女其实是清鸟的化身 最后从李子的身边飞走了 这继续绘本的故事也是少女间的物语 初中时,希美主动走到鹰的面前 询问她要不要一起加入催走俱乐部 这是她们最初的详识 鹰默默地靠近希美 想要靠在她的肩上 却被希美建议练习读奏给打断了 希美练习曲子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想要赶快在正赛上随走表演 但是鹰只是为了能够和希美呆在一起而已 因此,她希望正赛永远不要来猜好 回本的世界中 在面包店打工的少女李子 一个人孤独,但乐观的生活者 一场暴风雨过后 一位蓝衣少女躺在她的家门口 醒来后的陌生少女毫不犹豫地 叫出了李子的名字 两人互相住持着对方 这是她们第一次正式的见面 开朗乐观的希美在催走部拥有超好的人员 但是鹰却依然孤独 因为鹰的眼中只能浓得下希美 所以对于学妹的邀请 鹰总是果断拒绝 李子照顾着蓝衣少女 两个人一起生活 感情也越爱越好 李子终于问出了困惑自己许久的疑问 你是从哪里来的 蓝衣少女的回答是 为你而来 她想和陪伴孤单的李子一起玩 李子也请求蓝衣少女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和鹰也希望希美能永远地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对于鹰来说 希美就是她的轻鸟 希美和鹰看到初中时流行的一个游戏 抱着对方 然后跨上优点的拥抱游戏 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玩过 于是希美转开了自己的双臂 没要到 鹰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 就被希美的一句玩笑话给打散了 蓝衣少女 原来就是李子以前见过的那只漂亮的蓝色小鸟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蓝衣少女就在第一次睡着后变为轻鸟 飞向天空 直到黎明再飞回来 清亮以为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得很好 希日丽兹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 但是她从来没有说出口 因为她想要清亮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清亮只能去温暖的地方过冬 高中也即将毕业 他们马上就要去考大学了 每个人都需要填写志愿学校调查票 可是鹰却没有填写 鹰月老师新山找到了鹰 向她推荐的鹰大 但是鹰却对一次不感兴趣 因为她只想要去西美所考的大学 而西美在听到新山老师向鹰推荐的鹰大的事情后 心情有些低落了 她说 要不我就考这里吧 鹰马上表示自己也要考鹰大 她总是揣测着西美的内心 总是想要鹰和西美 但是西美却没有感觉到很开心 她知道自己的水平 要考上鹰大有一定的难度 在第一次与清亮的演奏中 西美和鹰负责是第三乐章的独奏部分 但这样的演奏并不合拍 西美表现出的情感过于强烈 没有将自己的情感牵手给鹰 而鹰也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情感 没有办法对西美做出回应 对此 学北高伴直接向鹰 质疑出她和西美没有默契 她希望能够听到鹰 全力演奏出的音乐 鹰开始质疑自己 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肯放飞清亮的心情 影响了演奏 可西美就是鹰的清亮 她绝对没有办法牵手 向她放走 而后来的西美 也主动找到西山老师 告诉自己想要报告鹰大的志愿 但是 西山老师只是极其平淡地回答 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 自己和鹰完全就是两个待遇 西美脸上的笑容 开始消失 眼神中 流露出的是呆滞无神 西山老师总之手把手地教导鹰 西美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 西美已经意识到自己和鹰 在音乐上的差异了 出于对鹰的嫉妒 她开始慢慢地说原因 在鹰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主动提出和她玩拥抱游戏的时候 西美冷淡地拒绝了 鹰慢慢地放下自己的双手 目视的西美越走越远 一天中午 学美高板和九妹子演奏了第三乐章 真心了西美 而鹰得到了青山老师的开解 两人终于意识到 其实西美才是遗子 鹰是清亮 西美察觉到之前 自己对鹰无疑地捆绑 在两人共同走上 因缘道路的可能性 逐渐消失的背景下 心中有了防飞鹰的想法 鹰也意识到自己曾经说的 西美要去鹰那的话 我也去 给西美带来沉重的负担 于是决定全力以赴表演 来回报西美充满爱意的成全 解开心结的鹰全力释放自己 西美根本就跟不上鹰 就像目凑的清亮离去的荔枝一样 痛苦 就什么也做不了 连走结束之后 大家都围绕着鹰赞美她 西美独自一人悄悄离开 所有鹰找到了西美 此次西美先挪落对自我的厌弃之中 自己总之要鹰加油 结果 却是自己限制了鹰的发挥 面对心情低落的西美 鹰再一次举起了双手 想要和西美来玩拥抱游戏 注意自己鹰不再犹豫 诸多上前保住了西美 让自己深圳在心中 对西美的喜欢都告诉她 两人的内心终于相交了 鹰和西美同时说出了 正在加油 片名 李子语清亮 有人总共将这部电影当作百合来看 其实这并不能当成一段特殊情感来看待 首先西美并没有对鹰有太多过人的想法 其次西美和鹰的孤独是不一样的理解 一个渴望被人在意重视 一个渴望被人关爱呵护 但是精神上两种不一样的追求 无论是爱情 亲情 友情 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够被束缚 不是关进了鸟笼的底界站犹豫 而是能够给予飞向任何地方的自由感 一面结尾相对比较美好 而在现实中 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犹豫犹豫犹豫 哪怕是爱情 都会出现踏风 两位少女的孤独旅程 拯救了彼此 这个世界 总有那么一刹那 会明白很多 总有那么一个人 能够挽救自己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大家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